据了解,迪利热巴在拍某部戏的一个驾车镜头时,可能是车速过快的原因,也就三秒左右的时间,迪利热巴所驾的车一下子就与工作车辆相撞,当时工作人员都惊慌失措,那么热巴有没有伤到呢?迪利热巴撞车后一度慌了神,坐在车里完全惊慌失措,好在工作人员急驻里将其扶出来时,出来时热巴整个人都惊吓到了, 一度处于崩溃状态,双手捂着嘴失声哭泣,一旁的工作人员不断安抚着热巴,别怕别怕,一切会没事的,看到眼前这一幕,相信大家也会为热巴难过的,不为车祸现场,好在迪利热巴本人没什么事,估计迪利热巴看到这一幕后,肯定心有余悸,大家看车头部位与前面的车辆尾部,皆被撞烂,碎片掉了一地,撞击部位, 有不同程度的凹陷,要是论车祸级别,这也是个不小的事情,迪利热巴经过此次的不慎操作,估计后面心里对车都有阴影了,还是希望迪利热巴尽快走出阴影吧